消防動員除了火災協助防災外 有時接獲民眾報案 還要協助捕蜂捉蛇 內政部消防署指出 去年光是捕蜂捉蛇案件 就高達14萬件 佔12%的業務量 警銷業務重 不若一銷也需要從旁協助 工作還蠻繁重的 像警銷業務太多 那有些救災 山難都我們一銷去替捕 那還要去抓蜜蜂 抓狗 那就太多 太多問題也不好 那可以編織一些單位 像其他的學會可以幫忙支援 11月24號內政部長指出 將在兩年內建立機制 將捕蜂捉蛇業務移交給農政單位 但在11月23號 林務局新聞六點回應消防署 因涉及農損 人民公安問題 蜂蛇入侵民宅 屬公共人身安全 以及如果轉移地方政府農政單位 並未具備捕蜂捉蛇專業等等問題 雙方未答共識 對此消防署也回應 這個大概每一個全政府法規的第一條 都一定是跟民眾權益有關係的 那消防署其實它本身也是特別發 它本來就是依照火災的需求去做的 過去我們消防署是就近去協助嘛 我們希望說會被到行政體系裡面協調 那如果協調的時候 我們林務局會配合協調的內涵 大家再來做討論 農委會指出目前雙方並沒有共識 而消防署強調 過去四五十年來 捕蜂捉蛇都是就近協助民眾 也不是專業的配備 近期會在拜會農委會上討隨人歸屬 記者新人拉島秀 台北市新北市烏來採訪報導